不让我生 我就死给你看 你说你 有什么事啊 一会儿要生 一会儿要丝话来了 就想告诉你点喜事 什么喜事啊 莫华来了 坐坐坐 我爹又要娶姨太太了 你看你 这不能说点吉利的 这对于我爹来说 可不就是最吉利的话吗 毒上嘴巴 你就别不好意思了 相语就娶吧 反正我娘去世的时候 也没反对你这么高 不过 你别忘了她 最后的叮嘱就行 对了小姨娘 你最近怎么 都不来找我玩啊 你是不是生病了 你可得赶紧好起来 这么多姨娘里 我就和你最合的了 爹也最疼你 我可不想失去 你这么个好朋友 莫华是这样 来 吃一个葡萄 你小姨娘呢 她身体没什么胆 过几天就好了 就可以陪你玩了 你们俩是我最心疼的 两个女人了 来 再吃一个 我好 小姨 看着你们这么好的感情 我也是由衷的欣慰啊 那我就行 你俩聊吧 我先走了 去吧去吧去吧 播话 去吧去吧去吧 没事没事啊 我说啊 洪秀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这孩子不能要 我龙暖水一诺千金 不能对不起老婆 对不起莫华 我明天去给你找个大夫 把这孩子给剁了 休想 冷中说了 孩子已经很大了 剁胎很危险 还有从脉下上看 我这肚子里怀的 可是个儿子 儿子 儿子 真的 对 我告诉你龙德水 这孩子我生定了 要么你一失两命 做亲手杀死你儿子的凶手 怎么会的 要么你就欢欢喜喜 老来得子 等着享天伦之福 就这两条路 我的儿子 清清啊 清清啊 你上哪儿去啊 我去工房啊 去工房干嘛呀 我找人订了太湖螃蟹 今晚在你们府上 吃螃蟹宴怎么样 吃什么螃蟹 现在谁还有心思吃螃蟹 出什么事了 大哥加入狼里春工作了 现在我们家有两个哥哥 都在工房 肯定特别热闹 螃蟹可以随时吃 热闹错过可就没有了 岳明也进工房了 对啊 这样吧 上我车 再来一起去啊 好啊 我去一啊 我去就这一车 去吧 也有点 一个人 赶走了 好了 我去小时 那我去看看 你去带我个家 你老跟着我们干嘛呀 我 我没 没跟着你 我不好 这时间没看见月轩了吗 我来看看她 那你今天算拦着了 有件特别特别开心的事 说说说说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走吧 走了 这得配合产品特性挑选 像最简单的纸盒 轻巧方便 印刷成本也低 来 月轩哥哥 月轩哥哥 你怎么来了 你们两也来了 月明哥哥进宫坊 从此就踏入职场了 这么重要的事 怎么少得了我朗清清呢 孟花姐姐和哥哥 是在路上碰到的 今天可是月明哥的大日子 既然我们人这么齐 不如 大家一起聚一下怎么样 好啊 好啊 好 好 哥 今天就学到这儿吧 你呀 就是个人来风 凡真 你这脚怎么样了 好多了 那个伤魂败身 把你脚弄伤了 这样啊 我今天请客 赔罪 对 那个凡真啊 今天我哥第一次来工坊 你作为老员工 做个代表 跟我们一块儿庆祝一下 吃个饭吧 月轩少爷 你想请的正主 未必是我吧 我们就不去了 别别别别别别别 去去去 海棠姐 你去嘛 别扫兴啊 等什么呀 走吧 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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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儿去 走吧 走 祝大哥在工坊里大展拳脚 谢谢各位的支持 这份工作呢 我一定会好好地做 也会把朗里春这个品牌 从此以后发扬光大 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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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个开心之余呀 我还有点担心 你说你们兄弟联手 不太把我们家生意 抢得精光啊 那你可要小心了 我大哥是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月轩哥呢 又对产品研发 有很深的造诣 有道是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你们的父子兵 对上我们的亲兄弟 可不要败下阵啊 不说了 不说了 你先吃饭 话说回来 我还真有一个想法 我想呢 把我们研发的新产品 卖到国外去 哥 你这个想法很大胆啊 大哥 你好厉害啊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呢 的确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那是哪个背后高人 竟然有这种气丝妙想啊 这个人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我 海棠 就是因为你那个宝贝化妆箱里面的洋玩意儿 给了我灵感 我就在想 洋人的新东西既然能进来 那我们的新产品 为什么不能销到国外去呢 月明 你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那个海棠 能不能把你那个化妆箱也借我看一看 我找找灵感 你想得美 为大哥的梦想干杯 来 干杯 你们一会儿父子兵 一会儿亲兄弟的 那我算什么 你是那个龙大帅的独生女 将来的花木兰 以后在战场上就看你了 厉害 我不喜欢打打杀杀的 那就让你爹给你生个小弟弟啊 这样你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操心了 像我有两个好哥哥 我就可以放心地吃喝玩乐 我也想要个哥哥或是姐姐能疼我 我才不要什么小弟弟 那个木兰 不不 莫华 我 我愿意当你的大哥哥 守护在你身边 我才不要你这种不学无术的大哥哥 走开走开走 来 莫华小姐 我们喝酒吧 就是 来 今天我们不醉不归 干杯 不醉不归 干杯 圈了你这么多年 你终于答应来工坊了 我特别开心 站在阳光下的日子 就是美好啊 不过话说回来 要是没有海棠的话 我真的不会去工坊 我现在 真的是没有信心 不过比起现在 我真还是觉得在家里养那些 花花草草的日子 过得比较舒心 要不如 我就回去吧 哥 你这可刚答应我的 这么快就反悔了 我不是反悔 你说 工坊有你在 不都挺好的吗 我突如其来插一脚 再奋走你一半的东西 你心里 会不会有点不舍 连清清都明白了道理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怎么 是不是你嫌弃我这个七兄弟啊 我跟你开玩笑呢 对了 我真的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一定要及时给我指证啊 哥 我是朗家的养子 这么多年 店家一直像对亲儿子一样对我 供我读书 教我做人 没有一点亏待过他 让我更开心的是 我有这么一个疼我的哥哥 和一个跟我撒娇的妹妹 我的一切都是老家给的 在这个世界上 你们是我最亲密 最信任的人 哥 不管以后遇到什么事 你都要相信 兄弟同心 齐力断尽 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 谢谢你 月轩 莫华 小姨娘 你怎么来了 这是小姨娘亲手给你做的莲子羹 你快尝尝 谢谢小姨娘 好喝吗 莫华 小姨娘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啊 我怀孕了 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我爹是不会同意的 怎么会呢 莫华 你爹平时最听你的话 等孩子生下来 你就可以做姐姐了 他能陪你玩 陪你乐 还能陪你姐妹 你爹最听你的 你就看在平日里 小姨娘对你不薄的份上 你就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吧 不行 你这孩子一生下来 我爹就不疼我了 你们所有的人都会围着他转 没有人关心我 我才不要 怎么会呢 你爹最疼你了 所以小姨娘求求你 你就放我们娘儿 一条生路吧 你去求我爹吧 莫华 小姨娘 你别这样 小姨娘平时跟你最好 大家都是女人 都想找一个好的归宿 得到一个好的名分 你爹三妻四妾 我现在好不容易怀孕了 我这辈子一定要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孩子 我发誓 绝对不跟你争一分钱家产 我现在是还年轻美貌 可等过几年 我人老猪活了 老爷就会找 比我更年轻的 到时候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可怎么办呢 莫华 小姨娘知道你心里善良 所以 求求你 你就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吧 小姨娘 你真是一条小生命啊 难道 你就真的忍心 让我把这个孩子打掉吗 这可是一条小生命啊 小姨娘求求你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孟华 你真是一条小生命啊 我只是担心 月轩少爷的身份 别人不知道 老爷您心里还不清楚吗 若月轩没有足够的智慧 恐怕日后将后患无求 但愿是我多虑吧 爹 老爷 怎么晚了还不睡啊 喝酒了 今天我哥来 高兴 喝了两杯 爹 您要是不困的话 我跟您说几句话呗 你愿意说 我就愿意听 我跟我哥 都喜欢海棠 我们俩约定好了 公平竞争 谁得到海棠的心 就和他在一起 你们这就是胡闹啊 婚姻的事怎么能儿戏呢 婚姻的事怎么能儿戏呢 就因为不是儿戏 所以才一定要弄清楚 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啊 这件事 按理说我不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不想插手 是希望你们两兄弟自己 能够妥善解决 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们竟会在一个女人身上 显得这么甚 这是我跟我哥约定好的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们都认 感情的事怎么能是赌呢 你们未免太不尊重海棠了 不是赌 是孤注一只 是 爹也年轻过 知道爱一个人 和失去一个人的感受 我希望你们能看长远一点 你年轻的时候 也一定受过爱情的苦吧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当年我爱上了一个女人 她是咱们朗家的丫鬟 虽然身份敌微 但温柔贤惠 善前仁义 那后来呢 家里给我定了亲 你娘嫁进来之时 她就被赶出了朗家 人生中有很多无奈 有很多事 不是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有时候 要学会顺其自然 就算是顺其自然 我也要努力去追求 我喜欢的人 你一定会理解我的 对吧 娘 月明 您还没睡呢 你喝酒了 发生什么事了 坐 我没事 您不用担心我 我是高兴 所以才多喝了几杯 今天 我去工房了 月轩带我熟悉朗里川 所有的事物 我真的是很开心 没有辜负爹对我的期望 我终于可以为朗家做事了 开心就好 家里是不会逼你 去做你不愿意做的事 你只要记住 自己是朗家大少爷的身份 没人可以将你怎么样的 生意上的事你刚接触 也不要太心急 身体要紧 我知道 娘 很多事情啊 您也别老是袒护着我 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学习呢 这样才能赶得上月轩 跟她一起 把朗里春做得越来越大 知道要强就好 今天莫化带来很多螃蟹 来看我 这丫头几日不见 真是变得知书达理 又善解人意 说些很多从前的事情 整个人变得更加通透 她跟我聊了很多佛礼 对我们家的胭脂水粉 都有不同的心得 懂规矩 有教养 到人喜欢 娘 现在好像还没到 吃螃蟹的季节吧 那东西你少吃一点 太凉了 月明 你觉得莫化这姑娘怎么样 您想到哪儿去了 现在工坊里面这么多事情 我哪儿有心思想那个呀 您可以把她约出来 聊一下咱们朗里春的产品 莫化是咱家的老客户 心得颇多 说不定她还能帮得上你 娘 刚才您还说 不逼我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怎么 现在就给我安排上了 娘 我知道 在您心里呢 我永远就是您的一个负担 需要您操很多的心 你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 娘怎么能不操心呢 以前的事啊 就当做是一场梦 都过去了 不要想了 过去了 什么都不想了 对了 娘 时候也不早了 您早点休息吧 您也快去休息 忙了一天了 来 那我回去了 那我回去了 好 快去吧 你个臭小子 你又给我带在这儿了 你是不是把这儿当家了 你我我我难受 你别骂我 我我我我心烦还给我 我这 没用的家伙 我让你出去 是让你把龙家的千金给我追到手 你却给我醉醺醺地躺在这儿 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啊你 我 我我是真心 只真心想追墨画 可你这给我出了个难题啊 爹 你说就论身材 我比他胖一百多紧 你说论身高 他比我高了十多厘米 我想跟他接吻 我我垫脚都未必够着到他嘴啊 爹 我不容易啊爹 儿子啊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哪 你瞧你自己的模样 胖嘟嘟的 多可爱啊 我告诉你 还有的女孩子家 特别喜欢你这种肥嘟嘟的模样 明白吗 不是 我莫画觉得我可爱 他拿我当玩偶 不拿我当男朋友啊爹 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把莫画给我追到手 听到了吗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不是 爹 爹 爹 我好歹是真人君子啊爹 我干不了那卑鄙的事啊爹 我给 这老头子手劲儿真大 几百父亲您到底是谁 这么多天了 人影也没见过 以后 然而要的 ihm 我也不懂 糟了 还不懂 听天下 就在前面 我敢说 你咱们 去哪里 会不会 我仲非 谢谢 我去哪里 imes 你 你 你们 有没有你们说得这么好啊 这月轩少爷聪明是聪明 可不用在正道上 满脑地想到都是海淘那个狐狸精 这月轩少爷更糟糕 出来乍到的什么都不懂 这工坊的事啊还不如咱们呢 新巧 你过来一下 大少爷 这是我们生产线上的组长 新巧 带少爷好 以后还得多麻烦你吧 海棠 你今天吃到里太久了吧 对不起啊 我今天 今天海棠来晚了怪我 是我叫他一起去找香料 所以来晚了 都站在这儿干吗呢 干活去 大少爷 请 海棠 你把这些花全部都挑选出来 如果耽误了供料的话 处罚加倍 这明明是四五个人干的活 为什么让我自己一个人做 那谁叫你来晚了呀 大家的工作都已经配备好了 我告诉你 你要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 你已经不是老家的大少奶奶了 这本来就是女工应该做的 听到没有啊 做就做 为了 你可别开海棠受罚了 你可别开海棠受罚了 颜色 小姐 您睡醒了 您没事吧 我给您煮了醒酒茶 端给我 好 我这是睡了多久啊 都晨午了 头怎么这么疼 昨天喝了酒 又被小姨太那么一闹 可能是吓着了 小姨娘昨天送回去之后 还在闹啊 回去以后啊 慢慢就消停了 不过一直在哭 看上去也挺可怜的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没有啊 小姐为人很大方爽快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小姐对小玉一直就很好 一点都不自私 我昨天晚上梦到我娘了 太太说什么呀 她什么也没说 一直背着身不肯理我 你说 我不让小姨娘生孩子 是不是太过分了 小姐怎么会过分 这是太太的遗言 太太也是为小姐好 不想有人和您争家产呀 我知道她是为我好 家产我倒是无所谓 主要是没有个兄弟姐妹 也挺无聊的 每一次看到海棠有个弟弟 月轩有个妹妹 我却总是自己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 多可怜啊 知道也是 要是有个小弟弟的话 好像也挺好玩的 再长大点 能护着你陪着你 多了个相互照应的人 也不错 最主要啊 她以后能帮着老爷 带兵打仗 要是有人欺负你 她就带兵打过去 小姐一样威风啊 对 再过个几年 爹肯定就老了 咱们家也得后继有人啊 嗯 小姐 喝点茶吧 嗯 来 你又在为什么施心烦呢 是不是 谁又欠你郡妃了 哪有的事啊 谁敢欠我郡妃 不想活了 这世上 只有一个人敢欠我的 那就是你我的宝贝女儿 那倒是 不过我这要是欠得多了 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啊 那有什么 谁让你是我的心头肉呢 爹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也想要再生一个孩子 没有啊 哎呀哪有的事啊 你借我有你一个就足够了 真的 真的 你别动 我 你骗我 怎么了 你每一次说谎的时候 你的瞳孔就会放大 这你倒知道 那可不 我可是你的宝贝女儿呢 爹 你去跟小玉娘说吧 让她把孩子生下来 你多了一个儿子 以后也有人替你带兵打仗 我还多了个能陪我玩的弟弟 多好啊 莫华 你怎么突然又想起要一个弟弟了 是不是说反话来试探你爹啊 当然不是 我是在羡慕 海棠他有个弟弟 亲亲有两个哥哥 我就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 再说了 我现在一心想当大明星 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去考虑什么 带兵打仗的事 所以你就赶紧给我生个弟弟陪我玩 莫华 莫华 你说这话可当真 当真 不反悔 不反悔 莫华 你可真是爹的贴心小棉袄啊 爹没白疼你啊 还有一个你别忘了啊 什么 家产 家产算什么 谁敢动都是你的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请上座啊 指我龙得水者 莫过我的女儿 龙莫华 你爹我啊 给你敬礼 行了行了 你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姨娘吧 免得她又闹得气飞狗跳 是 我去了啊 大少爷 这是这些年的进出流水账本 都在这儿了 好 麻烦你了 尚师傅 对了 一会儿我有看不懂的地方 还得过去找你呢 好的 那你先看 我去忙了 谢谢你 尚师傅 好 放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 好 尚师傅 大少爷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刚才我算了一下 这个原料是四分 税务是两分 盈利是两分 包装怎么也是两分呢 为什么这么贵呢 我们朗里春的胭脂 用的都是官瑶的陶瓷 所以价格相对会贵一些 但是据我所知 现在这个陶瓷的烧制水准 都不差了呀 用于包装上面一点都不逊色 请随我来 大少爷 这个就是现在所用的官瑶陶瓷 可是这官瑶瓷瓶 跟普通的瓷瓶 从表面上看起来 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既然如此 我认为用普通的瓷瓶作为包装 效果也是一样的 包括还有其他的也是一样 这样的话 我们的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 普通的瓷瓶虽然便宜 但是它质量不能够保证 再说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我觉得做生意 要把利益最大化作为目的 大少爷 如果你真的想换包装的话 是否要跟老爷商量一下 不妥 如果出什么事 我自己一个人会承担 还麻烦上师傅 先替我保密 是 是 海棠 这是给你的 回去煮水泡手 消红种吧 拿好 变明 海棠 这是我给你做的樱桃心 你拿回去吃吧 我先回去了 海棠 海棠 好 你看 喜欢吗 好漂亮 我前两天碰到了 从前在宫里的绣娘 我看那手艺特别好 就给您定了一块 一看这针法就出自公平 我很喜欢 来 我给您戴上 好看 真好看 特别适合您 妙兰 你觉得呢 好看 莫华 今晚留下来吃饭 我让厨房做两个精致的小菜 咱们两个好好聊 好 那我要点三套鸭和狮子头 我最爱吃这两道菜了 你要是喜欢就常来 要来 叫厨房去准备吧 是 莫华 桃花会的事真是对不住 明明是要你去做桃花仙子的 没想到半路上换成了海棠 没关系的 其实海棠办上也挺合适的 我听月明说 你也去了神庙供了桃花灯 能不能告诉我续了什么愿啊 别提了 那些愿望肯定不会实现 那些灯全被一把火给烧没了 烧没了 着火了 那我们朗家的桃花灯 都被烧掉了 那些灯是海棠供奉上去的 着火的时候他可难受了 好 明明哥 我说你怎么回这儿啊 每次进来不知道先敲下门啊 我有急事找你吗 你拿什么玩意儿 给我看一眼 手炉 对了 你们女孩子 是不是都喜欢这个东西啊 又是送给海棠的吧 对了 明哥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说 我跟海棠有什么区别啊 我说你为什么老是拿海棠做比较呢 你们两个完全不是一个人好吗 那就好 只要你能去分开就行 你这鬼头鬼脑的 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啊 你娘想让你娶我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喜欢你 你不喜欢我 我们俩怎么可能在一块儿 你就当我娘没说过 那你娘也总不可能再让你娶一次海棠吧 你说到这个事儿啊 我跟你说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不会非逼着海棠来接受我 我只要 安安静静地待在他身边 陪着他就好了 什么意思啊 你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不是不想 只是不想强迫一切随缘吗 我不懂 我也不想懂 总之 你必须跟海棠在一起 这样月轩才会娶我 那好 就算我跟海棠在一块儿 你觉得 月轩就一定会喜欢你吗 我看哪 没戏 我打你 太太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要失火的事情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把花灯交给了大少爷和月轩少爷 是月轩少爷 他把花灯交给了海棠 后面什么要发生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太太 您饶了我吧 娘 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把花灯交出去就离开的 我应该更加小心才是 您就不要责怪英哥了 那是为朗家祈福的花灯 什么人都可以碰吗 这个顾海棠是朗家什么人 真是太放肆了 娘您消消气 别气坏了身子 月明和月轩也是一时糊涂 都是那个顾海棠不知深浅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我只期盼 神庙的菩萨 不要怪我们朗家不虔诚 这刚供奉的花灯 就着了火 总归是不吉利的 你快点陪我到佛堂去念经 求菩萨保佑我们朗家 平安无事就好 好 这么早 不如逛边会去 下河 下河 什么忙 丢了魂似的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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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还惦记我们 至少要让我们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什么味啊 夏合 这是什么 这个呀 是月轩哥送来的草药 拿这个泡手最好了 我哪有那么娇气 来 别让娘闻到了 她又要担心了 泡泡就好了 赶紧泡吧 要不然的话 你这手真得受伤了 烫不烫 不烫 真舒服 对了 夏合 你最近有没有去神庙看看 去了 但是姐 你说奇不奇怪 明明供奉这牌位 而且也找庙里的人 帮忙照看着 可就是不见主人露面 是啊 夏合 找人虽然重要 但你现在更重要的是 你的学业 听到没有 排位的事情 我会抽空再去查看的 放心吧 姐 耽误学习这种事 从来不在我身上出现 而且 你在工房那么忙 我可是顾家的男人 什么事 我都得帮忙 好 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那是自然 来 徒弟 这个可润了 真的很舒服 是啊 您闻闻这个味道 是不是特别好 我跟您说啊 这种胭脂 最配您这种贵族小姐用 老少爷 您来了 真的 最近生意怎么样 最近还不错 怎么回事啊 你这胭脂盒怎么是漏的 你们朗里春现在就这样啊 这种东西 也好意思拿出来卖 兰儿 我们走 小姐 这狼脂春的东西 小姐 别走啊 小姐 这怎么回事 是 是岳明少爷换的 海当 岳明 我弄了个小礼物过来 这个送给你 可以暖手 以后就不会冷了 岳明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不贵重啊 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 哥 我找你有事儿 拿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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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吧